到云端上面 稍微习惯一下云端上面有哪些东西 第一个的话包含就是安装环境 安装环境上面的话其实很简单 因为安装 能够写python的工具其实相当的多 OK 然后我找了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这个环境的话 它有一个很简单的特点 它是一个VIP的压缩档 如果你假设要使用的话 你只要下载之后把它解压缩 建议是解到 解到D叠还是C叠我有点忘记了 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理论上 你把它解压缩之后 那就可以直接执行了 所以我们在 理论上在你们现在用的电脑里面 有可能已经之前上课的同学 已经有解压缩 所以你们待会找一下C叠好了 C叠底下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有一个什么 叫python的384这个 OK 384 那将来如果我们要这个开发环境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你只要找到这个 第一个找到这个目录啦 OK 如果没有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它从云端上面下载 解压缩到C叠 OK 如果没有的话 OK 如果有 我是建议你干脆就先用 我们现在教室里面 电脑的这个环境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的电脑没有 你就下载 一样解到C叠 那如何执行那个环境 非常简单 那跟各位讲 这个是一个懒人包啦 什么叫懒人包 就是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解开来 直接找到我们有一个城市叫Spider 那Spider打开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开始开发了 那这个Spider它的路径就是在 打开之后它 里面有一个目录叫Scripps 就是S 有没有Scripps这个 Scripps 然后里面的话你可以找到S开头的 叫做Spider Spider3.exe这个程式 那你只要把它点两下 理论上呢 它就会弄起来了 OK 把它重新弄一下 点两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Spider 来做程式的开发 然后开发的方式非常简单 如果你要写程式 就跟用那个Word一样 Office那个Word一样简单 Word第一步要怎样 开心档案对不对 这边有个开心档案 然后你就把程式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注解 这个注解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说把程式写在 那个Spider的左边画面 那执行的话就上面有一个 这个叫执行 OK 执行的话呢 它会执行在右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你把它弄起来 你可以开一个新的 新的文件 然后在这边打程式 执行的话在这里 那结果会显示在这边 OK 那待会的话我会实际上操作给各位看一下 那基本上的话呢 有一些程式 云段上都有参考的那个程式嘛 我们后面再来看好了 那第一个你们先确认一下 先检查一下你的C碟底下 有没有这一个目录 C碟底下 这个叫什么 Python的384目录 里面找一下Squibus 就可以看到一个叫Spider3.exe 你把它点两下 这样就可以run了 应该还蛮简单的 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别的工具 可以 那别的工具你还要再去下载安装 那光下载安装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到下课都还没弄好呢 那懒人包好处是 你只要在任何电脑下载 打开你就可以写Python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写程式吧 你不要没事 下载一大堆工具 然后安装半天 然后最后呢安装到哪里是也找不到 那反而更麻烦 所以而且 写Python的环境 像这种工具 至少有10种以上 每个都可以写Python 他想说老师那我要10个这么多 我该用哪一个 用这个就好了吧 如果你现在 因为你还不是很厉害嘛 不用想那么多 OK 因为你除非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再去找更厉害的工具 不过我看起来好像觉得够用 说真的 所以一般人没有很厉害 比如说你买笔电好了 你假设你文书使用 你挑怎么 随便一台都已经很好了 因为现在的CPU都够快了 OK 好 那所以第一个 先做第一件事 然后帮我把问卷填好 待会的话呢 我就会来看一下就是说 大家的能够填写结果 已经18个同学填了 对那么快 那看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 大家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学习需求 这边都是一些 要写一些简单的程式 抓一些资料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比较是属于 抓取网络资料 爬虫部分的 做一些统计分析 绘制图表 大概是这样 那可能会再跟Excel做结合 也许可以这样来抓了之后 可以再输出到Excel 反正就可以跟Excel Python跟Excel 可以结合在一起 OK 然后尽可能用最 比较简单的方法 以及理论上 有一些 现有的一些程式码 都在放在云端上面 那第一个 是否上过Python课程 然后 大部分应该都有了 完全没基础 好像就一个 如果你完全没基础 当然会比较辛苦 如果我有录影 你再看看 如果实在跟不上的话 也许你就再考虑那个 好 然后其他的话呢 完全没基础 我这个三 但有其他程式员 但如果你学过其他程式员 你在学Python 你会觉得很简单 因为你说像以前会Java的话 你Java写出来程式很复杂 很多在Python里面很多事都不用做了 比如像 变数的资料形态定义 像在Python里面不需要定义变数 也不需要定义资料形态 你工那些东西就少了很多了 还有相关的语法 其实你会发现Python也简化非常非常多 程式的话因为非常非常的简化 所以如果你以前有学过其他程式员 那当然你在学这个你会觉得更简单 那未来的程式开发 应该会朝向就是Lowcore 或者Nocore的目标 Lowcore就是越写越少 所以Python之后会有 在下一代的程式语言呢 一定会有啦 而且甚至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 好像对于Nocore 那个积木拼图式的那种程式开发 反而他们接触度非常高耶 反而他看到程式码就整个都分头了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他看到那个积木式他觉得很亲切 所以像我有时候教大学生 我给他看积木式的拼一拼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 他可以很快写出来 但是我给他程式码 他就会很抗拒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很习惯 因为我们都看那个程式码 所以每个世代每个世代不一样 但是也许你们就慢慢自己找到一个适合治疗方式 反正就是了解程式语言开发怎么去做 然后再来的话 大家的程度进阶的为主 然后入门有两个 高阶有四个 有程式开发的底子有四位同学 所以其实落差算是有点大啦 如果你们自己就这样 所以我会用一些方式就是说 我会把那个影片录制下来 然后我的程式码也会放在云端上面 那你只要掌握一些该掌握的 后续就是自己在花时间的 如果你程度好 也许你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练习 如果你程度差的话 那当然你就可以再做一些上课的范例 把它练熟 那比较有兴趣的当然就第一个 大家最有兴趣就是爬虫 那爬虫当然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重中之重 就是网路上的资料怎么样把它扒取下来 因为如果你不懂得用爬虫 去扒取一些网路上的大量资料的话 那你可能就变成你要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比如说你在贴到贴上的话 你就要复制贴 复制贴 那今天复制贴 明天继续复制贴 那如果你每一个小时要更新一次的话 那你一个小时要再复制贴一次 这要浪费时间了吧 那如果你会用爬虫的话 其实这基本上不用做 你程式写完直接转它就好了 资料就自动完成了 OK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做到很多事情都能够 透过电脑帮我们完成 我们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程式写出来 但是那个程式基本上 有点难度是绝对的 可是我刚刚讲过 程式语言它的趋势越写越少 OK 另外的话 有些程式人家已经帮你写好了 所以你只要懂得 怎么去拿别人的程式 去做出你要的结果 也就是说啦 这个PiPhone里面有非常多的所谓的模组 那模组里面有很多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那你要懂得怎么去呼叫模组 并且使用方法 那达到你要做出来的结果 OK 所以你会发现 程式里面写来写去都是做这些事情 那程式也不多啦 理论上 我们大概写下来顶多就是 十来行应该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以前可能要写上百行上千行的程式嘛 PiPhone情况 哇怎么可以写那么少的程式事情就搞定了 这是太厉害了 那大概也是势必的趋势啦 所以你们大概要有这个概念哦 然后为什么来上这个课 大半同学哦 百分之八十四 都很有上进心哦 想多学一点 自我成长的居多耶 OK哦 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还想说 现在好像对于那个运动好像比较有兴趣 或者是说去露营啊 去户外活动啊 这些男生喜欢什么 骑重机啊什么的 因为我看现在好像YouTube上面很多网红 要不就是露营的啦 好像要不然就是 骑重机好像也有 很多男生比较喜欢啊 OK 然后运动的好像蛮多的 好像那个 这种知识型的越越少了 因为你知识型的哦 放上去好像都没什么人看 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个频 我有频道 但是好像订阅人数就没有像那种 就是我刚刚讲那一些类似的 订阅人那么快 那么多 所以好 那email的部分你们就留一下 如果有留 我今天会把影片就记到你的信箱 OK 第一个 那待会的话我再说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大概的一个规划 还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 先确定一下 你的这个Python的Spider 到底有没有 如果没有 你就把它下载解压缩 OK